欢迎观看Mavic Air 2教学视频 本视频将介绍首次飞行的注意事项 确保飞行前您能掌握基础飞行技巧 起飞前请将遥控器置于NOMO档 别忘了检查讲页是否安装正确 电池是否安装牢固 云台保护罩是否已拆卸 App下载 首先下载DJI Fly App 进入手机应用市场搜索DJI Fly 然后下载该App Mavic Air 2和遥控器已经对屏完毕 您只需打开DJI Fly App 跟随App页面指示激活飞行器即可 找到好的起飞地点后 将Mavic Air 2放置在水平地面上 注意飞行器应朝外将机尾朝向自己 打开DJI Fly App 对屏完成后 点击开始飞行 请在安全设置中将返航高度调整为高于周围最高建筑或物体的高度 起飞前请将遥控器档位置于NOMO档 点击App左侧自动起飞按钮 长按弹出的按钮 Mavic Air 2将实现自动起飞 起飞后 在决定降落时 自动起飞按钮将变为自动降落按钮 需要Mavic Air 2降落时 长按自动降落按钮 Mavic Air 2将实现自动降落 如需手动起飞 请将两个摇杆同时下拉到遥控器底部 再向内或向外摆动 蒋页转动后 向上轻推左边的摇杆 可实现手动起飞 请记住 遥控器左边的摇杆用于控制飞行高度与机头朝向 右边的摇杆用于控制飞行器前进后退 以及左右飞行 当您摆杆启动电机后 若飞行器未起飞 下拉左边摇杆 飞行器的电机将会关闭 若Mavic Air 2已经起飞 下拉左边摇杆 飞行器将会降落 在App界面左下方 能够看到当前已飞距离和飞行速度等信息 点击右侧拍照功能按钮 可以选择拍照、录像以及一键短片模式 点击相册按钮 可以查看或下载照片和视频 右下角的相机参数菜单 用于调节相机参数 也可以通过遥控器左端的云台波轮 和右端的拍摄按键 在飞行过程中 调节云台抚扬角度及拍摄控制 点击App左侧图标 长按返航按钮 或长按遥控器的返航键 飞行器将会执行智能返航 感谢观看Mavic Air 2首次飞行教学视频 请尽情享受您的飞行时刻吧 感谢观看